大家好,我是Kyoko 我們今天來到日常會話篇 在第一天的會話,我們會說什麼呢? 就是說認識新朋友的時候要用的日文 當我們第一次見到新朋友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 對,你可以說兩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第一句 第一句 就是我叫什麼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Kyoko這個名字 第三句 我是從香港來的 香港那裏你可以轉其他國家的名字是沒問題的 你可以轉台灣或者是韓國或者是中國都可以的 最後這個Dojo Yodosku就是麻煩你啦 多多指教我的意思 好那剛才那幾句都是超簡單 超簡單最簡單的日文的介紹 接下來你會再加很多不同的介紹 例如我是香港人或者我幾歲等等 我們下一次再說 我們暫時先學到這裡 又或者你有什麼想學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裏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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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感谢观看